155 星島日報 黑幫大本營被賭起武器驅狗男女營網上伯家樂藏籍34萬毒品 2015年7月4日港民A19 蔡楚輝針對大埔一個活躍黑幫派系內控 警方作凌晨辭法庭首令 賭破該幫會開設的網上伯家樂賭檔 拘捕包括堂口畫士人等狗名男女 相信賭檔為黑幫大本營兼武器庫 起出一批離刀鐵通等武器 期間有人逃衝走毒品 行警方及時制止 檢獲市值近34萬元毒品 警追擊黑幫破賭檔渡兵器庫 拘捕畫士人等狗男女 被捕六男三女 43至66歲 區有黑幫新安背景 其中66歲姓蘇男子卓浩蘇大 為該堂口大埔區畫士人 他自稱是賭客 警方相信有人利用堂口大本營開賭 另一名58歲姓徐男子 承認是主持 每鋪抽賭客5%佣金消息稱 該個活躍大埔區堂口兩名派系畫士人大以及蘇大 先後於區內二賭檔起家 由於利益衝突內控 近期掀起連場腥風血雨 大埔警區反黑組高級督察溫啟面表示 警方關注兩派系的內控部署行動 早前接獲信染廣福道3號各樓單位 有人開設網上百家樂賭檔招待同門兄弟 於是向法庭申請搜查令 昨凌晨2時30分 探員持守寧入撲賭破該賭檔 期間有人企圖用馬桶沖走毒品 探員及時制止 並拘捕包括蘇大在內的狗名男女 檢獲80萬籌碼及賭具 約500克4號海洛英及小量冰毒 市值334,800元 起出六病理刀 一批鐵通及木棍與鐵錘等 相信有人除開賭同時批捉武器賦予毒品中心 溫俗稱 賭檔利用電腦連谷域外的網上百家樂 獲取片段喉語賭客對賭 以方便走軌 主持人匯報抽搭客百分之五座佣金 警方時候將有關證物包括電腦、電視及百家樂島 武器及毒品帶走 機者 蔡楚斐 請問電腦、電先知識 要永遠的收入電腦、電視及百家資評論 提供入電腦、電視及百家資評論 地詐 容許固定品、電視及百家資評論